早上好 这是我们在青海芒芽的第三天啊 今天我们又睡了个懒觉 现在已经11点多了 我们说说是出发 可能又中午了 出来玩嘛 就随心所欲一点 不赶路慢慢晃 好了咱们装车完毕 对面有个花土沟急冒市场 我们去转转这边的菜市场 今天的天气放晴了 我们既然起晚了呢 那就不如再晃半天 我们去逛个菜市场 咱们看看这个芒芽式的菜市场 有什么好东西没 买点路上吃 花土沟急冒市场 这边枸杞是特产 青海的枸杞非常出名 这是卖肉的 卖肉的 佐料 菜市场 海鲜 卖肉 要不要买点卤 卤味 晚上露营的时候可以吃吃 逛出来了市场的这一头 这有一家烘培店 买点蛋糕 明天当早点吧 这里就是花土沟最繁华的地方 这个以前就叫花土沟镇 嗯 前年11月或者是啥时候 在车芒芽式 嗯 成为了芒芽式的 哎我觉得物价有点贵这个 59块钱这个新岸 我觉得可以买到的东西更多一点吧 哎这个手撕包20啊 20块钱 新岸的手撕包 也20吧 比它的这个要厚 它的这个很薄 好我们准备来吃个早饭啊 继续来吃这个西宁东关包子 每次来这个地方都要吃这家的包子 牢到的包子 吃给 要了半龙洋芋包和一碗粉汤 你们喝不喝汤吗 那刘萌萌喝下这个茶来 喝一下 嗯哼哼哼 尝一下 咸咸的 有花椒 粉汤 用肥油片子 吃一只 好吃吗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 零二碗 哎肚子 不撕 不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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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了吗 芒芽是西宁东关包子 这家店只开到中午开到两三点之后就没了 非常不错的一家店 高原上的城市 天就是蓝是吧 海拔3000米的芒芽市 吃完饭呢 我们来逛一个超市买点东西 这是芒芽市最大超市 我们买一点水果 买点水果 这不是库尔勒香梨吗 吃点香蕉 出来几天了 没吃什么水果 微信收款 4元 好的我们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 今天我们去东台吉乃尔湖露营 啊吃个香蕉 出来第一次买水果吃 甜甜 把油甲满载走 这个青海也是无人区 很多地方没有人的 出发了 咱们晃到两点钟啊 才出发 我们到西台基乃尔湖的话 估计天就要黑了 天黑了的话 我们就在那边露营吧 今天晚上只能露营了 青海的茫茫戈壁 咱们好不容易开出了新疆啊 这个青海的这个面积也是非常的大 我们又翻阅了一个海拔三千二的雅口 青海也是够大够荒凉啊 我们现在走在315国道上啊 我们在下午的6点半到达了这个 西台基乃尔湖 但是呢天空不作美 外面阴天啊 不知道能不能欣赏到这个双色的湖 一会我们飞个飞机 今天也是开车一下开过瘾了 从芒芽出来一口气开了240多公里 没有停啊 没有休息 开了4个半小时 到这块以后这个路也特别难走啊 这个湖里面还接着冰吗 外面有多少度 13度 这个就是西台基乃尔湖 远处有一场风暴来袭啊 后面上还有鸟 好了我们到西台基乃尔湖 已经是7点了 这一路上也没想吃了 还好我们买的这个糕点 我们再来吃一下吧 在车里吃个饭 连连千层 我们想吃 那你先炒一口 这个好好吃 我们应该把那个箱子搬过来 放在这当个桌子 我自己吧 嗯 嗯 嗯 我们在这吃会儿东西等一会儿你看 感觉这个太阳要出来的迹象啊 看能不能等到一个非常绝美的光线 听到外面的风声了吗 吃饱了啊 咱们喝点热水 喝点热水 看一下啊 这条路的左右两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确实有点不一样啊 这边有点偏轻 这边有点发绿 不知道为什么 外面的气温已经是零上13度了 但是这里面还结着冰了 两边湖都是结着冰的 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是结着冰的 看到吗 这个地方的海拔有2800 我们从芒芽市出来 开了250多公里 海拔一直就在2800到3000之间啊 这个315国道路过这个西台吉拿尔湖的时候 这个路基就不怎么好了 这段路就很难走 看这路起伏 波浪起伏 遇到不好的天气 不要慌 原地等一等 会有惊喜 如果我们今天把太阳等出来了 这个光线绝对是非常美的 先吃点薯片 我们再稍等一会儿啊 340 这里呢就是315国道上著名的西台吉拿尔湖 双色湖的水上公路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 是3月中旬 这边的湖水还接着拼呢 还没有完全化开 不过这个西洋 从云里面出来的这一下 还是蛮好看的 大家觉得好看吗 我的自驾游视频呢 会在晚上8点更新啊 在这里呢不可能做到日更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多更新 在这里还是希望大伙能多多点赞评论 发弹幕互动起来啊 觉得内容不错的话呢 可以收藏加关注 你们的支持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感谢大家 Ok 刚才太阳出来了一下下 我们抓紧时间拍上了 这个地方适合夏天来 不过今天的这个云彩是真的好看 大家觉得这个云彩好不好看 也是不一样的景观吧 现在几点了 七点多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找地方露宿了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前后离城市都很远 没有住宿的地方 所以今晚我们车内露营 这个湖里面有这个野鸭子 挺大个儿的 这个野鸽今年的翅膀 我们家 这个翅膀还有一个翅膀的 腰子 我们现在还有30公里到水上亚丹 我们现在去水上亚丹的停车场吧 在那个地方找个地方露营吧 天要黑了 我们现在在青海315国道上啊 马上就到水上亚丹 好了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啊 我们在这个水上亚丹的景区门口 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们打开了露营模式 露营模式 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住上一晚 明天一早 欣赏一下水上亚丹 咱们车上是有户外电源的 一会咱们就在这个台子上 随便整点夜宵吃吃 咱们这个箱子啊 是新买的 可以这个 四面都可以开 非常的棒 还有这个空气检测仪和温度计啊 现在车内是18度 非常的舒适 车外是6度 嗯 咱们晚上 这这这有两个睡袋 我们晚上腿可以伸直到腿可以伸直 一躺 我就睡这边 我们三个就这样一睡 是吧 睡三个人还可以吧 宽敞不 咱们玻璃是留了个缝 留了个缝 这就是我们的露营生活 一人抱一个手机 不过说实在的 在车里不看手机干嘛呢 聊天 聊天吧我们 来 好不好 聊起来 我们来聊天吧 不要看手机了 谈谈心 来我们来谈谈心 烧个水吧 吃泡面吧 今天晚上咱们就泡面配馕 明天早晨是牛奶馕饼 好 今天晚上我们就随便吃点吧 明天我们要去格尔木吃炕锅肉 狠狠地吃上一顿青海美食 饭后甜点山楂 开洞开洞 开洞开洞 吃饭了 吃饭 哎呀 好了 睡觉了 晚安刘萌萌 晚安 宝萌萌 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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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